關於OneNote上傳作業的部分 您可以這樣來使用 首先第一個就是在雲端硬碟裡面 我們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建立一個資料夾來作為 這個作業上傳之後所存放的位置 那麼建立好了之後 我們回到OneNote這邊 您就可以直接從任務裡面 選擇建立單元檔案 在這裡您可以從這邊雲端硬碟的圖示裡面 選擇您剛剛所新增的這個資料夾 點選之後按下選取 那麼單元名稱會自動直接抓取資料夾的名稱 完成之後我們往下走 按下儲存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管理者端所看到的 那麼如果是使用者那一端呢 它會像這樣 登錄之後呢 它進到這個單元 從這邊按下上傳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Google Chrome的話 它可能會幫我們擋住 可能這個地方需要讓那個彈出的視窗能夠顯示出來 好這邊允許 那麼這裡呢可以選擇從單一檔案上傳 也可以上傳一個資料夾 我們就從這邊去選擇 可以是一次選取一個檔案 也可以一次選取多個檔案 那只要雲端硬碟能夠辨識的 它會直接秀在 待會再管理界面 我們會直接看到 那如果不能辨識的部分呢 就可以透過下載的方式 下載來看那個上傳檔案的內容 好我們把它按開啟 好了之後就可以按上傳 那麼上傳的時候這個空間 會是由那個就是管理者那邊的空間所提供 也就是說雖然我上傳了三個檔案 但是這三個檔案呢 並不會是佔用我們那個使用者本身的 而是佔用到剛剛管理者所提供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要進行這個上傳動作的時候 前提就是剛剛會有一個Google帳號的授權 也就是學生端還是需要登錄一個那個Google帳號 那一般我的做法是有兩個 因為在國小裡面就可能會同學沒有Google帳號的話 我會申請一個共用的 像我在這邊就有申請一個共用的一個Google帳號 那大家就可以用這個帳號來做上傳 等於說白火剛剛在上傳檔案的時候呢 他如果跳出Google登錄的畫面 那麼這個時候呢就輸入大家共用的帳號就可以 好上傳上去 上傳完成之後呢 同學端他也可以自己看到自己上傳的哪幾個檔案 好那要預覽 也可以直接點一下就直接預覽 那麼管理者那一端呢 他所看到的畫面會是像這樣子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同學已經上傳完了 如果要看作業的內容就直接點進去 那麼在這邊例如在這裡 我們也是可以直接從這邊看到 或者是要進到雲端硬碟還是直接下載 那麼如果老師有要過關 讓這個同學過關的話 可以從前面這個地方打個勾就可以 好那同學那邊也會看到 相反的如果您覺得這個不OK 也可以做推薦的動作 如果你按了這個推薦 那評語部分您可以選擇 要不要輸入都沒關係 好如果這樣推薦了 那麼使用者那一端呢 他也會看到 而且他的畫面會變成可以再重新上傳 就傳新的檔案上來 好那但是舊的歷史資料還會留在這邊 這個是在 OneNote的一個作業繳交的一個情形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當然老師如果您想要 直接進到雲端硬碟裡面來查看 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您進到雲端硬碟裡面之後 一樣會看到剛才所上傳的這些內容 只是在OneNote裡面可以直接 來做這個推薦跟通過的一個設定 好那在這邊就比較單純只有看檔案 好 好 謝謝 謝謝